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技术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的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 分享代码吧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图片掺水技术训练数据不用愁 今天咱们使用一个 Image Data Generator 咱们来生成一些个掺水图片 为什么要把咱们的图片进行掺水呢 是这样啊 最近我正在做皇室战争AI的程序 对不对 我收集到了很多的图片 但是这些图片用于训练出一个模型的话 还是远远的不够 那么咱们需要使用图片掺水的技术呢 增加咱们的训练数据 来达到咱们训练一个完全识别图像的这么一个模型 对不对 咱们识别率高达99的这么一个模型 对不对 因为我是在适应游戏中的图片 所以说咱们稍微有点过拟合 也是没有问题的 今天我就给您讲解一下图片掺水的技术 我也实际用在我的AI开发当中 好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今天我给您使用一下KELAS提供的图片掺水声称功能 Image Data Generator 该怎么做 这个是KELAS的官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KELAS应该说是TensorFlow在1.0在EX的时候 KELAS是单独存在 KELAS是为各个深度学习的引擎提供API 在2.0 TensorFlow2.0的时候 KELAS被TensorFlow收购 被国工资收购 那么今后KELAS主要服务于TensorFlow2 好不好 所以说咱们如果您安装了TensorFlow2的话 您内部就自带了KELAS 好不好 OK 这是大概KELAS一个小知识 接下来咱们就看代码的部分 一上来咱们先input了两个图片处理类 一个是图片类 一个是图片生成类 好吧 然后我这还声明了一个Metplotlib 这个是干什么 这个是这样 这个我用于显示咱们掺水后的图片 您在实际开发过程中 您可以把掺水后的图片直接用于训练 这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您还可以把掺水后的图片存成物理文件 然后再用于训练 这个是看您的需求 哪个都可以 我今天给您展示的是 咱们掺水班的图片 就直接显示在Google的collab里面去 好不好 OK 这两行是调整一下咱们显示的Metplot图片的大小 好不好 OK 接下来咱们就是进入今天的代码区 咱们看一下 我现在正在训练皇室战争的AI 我今天给您准备了一张哥布林飞桶的图片 咱们先看一下 就是这张图片 大家请看 这是哥布林飞桶的图片吗 但是咱们如果只有一张图片的话 咱们很难训练出识别它的模型 咱们需要掺水 让它变成多张图片 然后就能够训练了 怎么做 咱们往下看 好 首先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装载了这张图片 没有问题 然后把它变成当派数组 咱们知道 一个图片 为数是三维 长宽高 几行几列 然后是像素里面RGB的值 一般是三维 但是咱们在深度学习中 咱们可能要同时处理多个图片 那么咱们需要把咱们一张图片的数组 进行升维 让它可以容纳多张图片 所以说 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图片的升维 由以前的长宽高 行列 然后是RGB 变成一个图片 或者说N个图片 几个图片 然后是图片的三维 好不好 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升维的工作 升维的工作 有好多种写法 您用哪种都可以 TensorFlow中 也给咱们提供专门API进行升维 好不好 OK 然后接下来 这个地方 是我生成出的图片 然后我循环 把它显示在Modplot里面 然后显示在咱们的网页当中 这是一个固定函数 没有什么可讲的 好 接下来 大家请看 这是今天的重点 其实今天的重点 就这么一个函数的调用 咱们生成了一个数据图片生成器 大家请看 里面可以指定各种各样的参数 比如说 咱们生成了这张像素 生成了这张图片 让不让它做一个旋转 对吧 做一个旋转的度数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做一个往左位移 往右位移 对吧 往上位移 往下位移 反正就是跟原图不一样 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做一个简单的变形 对不对 是不是把图片缩小一点 放大一点 这不就是增加干扰吗 对吧 然后是不是再做左右反转 水平反转 都可以 为什么要做反转 比如说 您预测的图片是一只香蕉 对吧 香蕉 你说你左面 从左面看也行 从右面看也行 从前后看都可以 所以说 有很多的情况 图片左右垂直反转 都是可以接受的 对不对 那目前大家请看 我做这个初始函数 做这个初始值的时候 我用的都是不增加任何的掺水的功能 都是零 对吧 都是初始值 一会咱们先看结果 然后呢 我再改动其中的值 让您看到掺水后的结果 好不好 OK 接下来是生成部分 大家请看 我今天给您生成25张 其实咱们调用这个数据图片生成器 生成多少张都没有问题 为了今天给您演示 我就展示生成25张 可不可以 这个地方是一个生成后图片存储的数组 然后调用这个函数Flow 进行生成图片 生成完的图片 它其实是一个numpan型 咱们把这numpan型要把它转换成图片型 因为咱们要用于显示 对吧 通过这个image的函数 把它转换成图片型之后 存到咱们的image这个数组里面去 然后大家请看 我这地方要手动做一个判断 如果你已经生成25张之后 则退出 因为它给咱们这个数据图片生成函数 它是一个无限死循环 它可以永远的生成下去 您要不终止它 它给您生成n多的图片 那怎么办 这个地方我就要做一个判断 生成到25张就退出 退出完之后 大家请看 我通过刚才咱们调用show image 进行显示 对吧 这是咱们大概今天程序主流程 在这个里面 您可以选择 我不显示图片 您把它保存到本地 形成一个物理文件 行不行 完全的可以 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先手续马上运行 咱们从上开始 一行一行运行 没有问题 然后打开图片 然后把它转成n倍数字 没有问题 n倍是咱们 n倍是咱们真的是非常重要 重要的课程 有很多朋友一看学 南北就不爱学 太枯燥对吧 可是你看 今天我给您讲的图片 掺水 是不是内部还是在用n倍 在计算 所以说咱们大家一定不要先翻 一定要学 OK 这个函数运行完之后 咱们执行下掺水器 也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上面的代码 都执行完之后 咱们就要物理生成 且显示了 咱们马上开始 Go 正在掺水 掺了水之后 它在下面会显示出来 大家请看 显示出来了25张 哥布林飞桶 对吧 因为我们用做任何的掺水逻辑 所以说您看到的效果 没什么变化 这其实就是一张图片 对吧 OK 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掺点水 怎么掺 比如说 它进行一个左右旋转 我输了45度 这个地方输45度 它其实是做正负45度范围的旋转 它是随机的 存盘 好 咱们把这个代码再重新执行一下 让这个45生效 然后咱们再重新生成 注意看 Go 看哥布林飞桶怎么样 大家请看 它做了各种各样的旋转 因为是随机旋转 所以说它旋转成不一样 这样相当于这个图片的数量 由一张一下变成25张 那咱们再循环的话 是不是就能够很容易识别 这哥布林飞桶这样图片 对不对 这还不算完 对吧 咱们可以旋转 同时还可以左右上下位移 咱们先改回来 比如说咱们可以做一个左右位移 左移比如40个像素 然后上 咱先就做左右移吧 咱们都看一下 我一点点给你演示 先是左右位移 大家注意看效果 大家请看 是不是进行了左右位移 对不对 OK 没有问题 接下来咱们再加上一个上下位移 就是说它不仅可以左右位移 还可以上下位移 咱都40像素吧 这还可以填百分比 没有问题 其实在咱们深度学习领域 尤其是图片对象侦测领域 咱们用的不是物理像素 都是百分比 大家请看 它是不是既左右位移了 同时还有上下位移 没问题吧 都做到了 图片又参加了很多的水 接下来咱们还可以把图片进行一些个变形 咱们先把这些改回来 比如说咱们简单的做个变形 咱就别变太大了 变太大了 它就不是原图了 对不对 咱简单做小小的变形 好 再运行 看一下变形效果 大家请看 是不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扭趋势变形 OK 其实咱有很多操作 比如说我前两天做大数据AI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商品 对吧 它是商品 是一个塑料包装 对吧 你真的就可以上下左右 动动 然后变变形 这是完全可以的 完全可以接受的 完全没有问题 特别是做商品图片的时候 同时 比如说咱还可以把图片做放大缩小 这个地方 我后面给你写了一个图片格式 最小值 然后再敲个最大值 这我敲一点三色了 好吧 咱们把这变形先改回来 然后执行一下 我这样是为了让您看到每一个单独的效果 好 再执行 现在咱们做的是放大缩小 咱们看图片放大缩小成什么样子 大家请看 有放大有缩小 没有问题吧 OK 也是变形的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 还可以做水平翻转 以及垂直翻转 这刚才都给你讲过是为什么 这是 这也是非常的必要 咱们再来 咱们同时让它水平加垂直翻转 好不好 Go 好 再生成 大家请看 各位别人开始遮跟头了 各种各样的翻转都可以 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咱们训练数据的数量 您说不是吗 那么最后我把所有的效果都加上 咱们再看看效果 看乱不乱 乱不乱不像话 做个简单的变形 这样的话您的一张图片可以生出N张图片来 便于您的深度学习模型的计算 对吧 非常的好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 我是严重的推荐 大家请看 做各种各样的变形 而且变得还有点过分 是吧 像这个都过分到什么程度了 OK 这个就是大概我今天给您分享的内容 咱们在训练数据 尤其是图片数据不足的前提下 咱们如何使用图片掺水的技术 增加您训练数据的一个小的支持点 希望您能够掌握 然后今天我的代码 都会分享到我的迪斯科的会员区 有幸运朋友 您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